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一起来关心中华民国第13任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 中央选举委员会依法公告了第13任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今天是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 也是三位总统候选人第二次同台进行辩论 此外主办单位今天也邀请到了国内12位公民团体的代表共同参与 透过多元议题的互动和对话 我们期待能为各位展现出台湾民主政治更细致与丰富的内涵 这场辩论会是由公共电视和国内的五家媒体联合主办 包含中央通讯社 中国时报 自由时报 联合报 以及苹果日报 此外也有国内外将近30多家的电视台 广播电台和网络媒体同步接收公示的讯号 联播今天辩论会的实况 现在我们就依据先前抽签排定的顺序 为您介绍今天参加辩论的三位总统候选人 第一位是清明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先生 第二位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先生 第三位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女士 我们先恭请三位总统候选人走向台前 彼此握手致意 现在请三位候选人就位 谢谢 在辩论正式开始之前 首先向各位说明 今天辩论会进行了流程和规则 这个辩论会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候选人的申论 第二个阶段是公民团体的提问 主办单位邀请了12位公民团体的代表 就各自专业领域涉及到的公共政策 对三位候选人分别的提问 第三个阶段是候选人彼此之间交互的结问 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是由候选人发表结论 候选人发言和公民团体代表提问的顺序都是依照先前抽签结果来决定的 候选人的前方设有计时器 时间一到 麦克风会逐渐的消音 为了让候选人今天的发言内容能够完整的呈现 也为了掌握今天会议的流畅和时间 我们要请各位现场的贵宾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保持安静 不要鼓掌 谢谢 现在我们就进行今天辩论的第一个阶段 首先请宋楚瑜先生深论 时间是六分钟 主持人 马主席 蔡主席 各位公民团体的先进 各位亲爱的乡亲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亲爱的乡亲 今天处于再一次的跟马主席跟蔡主席 大家一起在这边参与总统大选的辩论 马主席 蔡主席 你们两位最近辛苦了 你们两位的领导的党 在最近不断的在争吵 你们都非常累了 其实台湾的人民 更感觉到非常的累 12年以来 蓝绿的对决 吵了太久了 实在太够了 我相信 马主席和蔡主席 最近心里面 一定会想到两个字 那就是安全 他们都希望能够安全的上累 他们心里面想的 就是如何安全的保住政权 如何的安全的夺回政权 但是今天处于要谈的 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安全问题 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最重要的 是心里面要如何的维护 我们国家的安全 国家的安全 真正就是我们最近 大家一起到庙宇里面 看到台湾所有庙宇 最喜欢用的四个字 叫做国泰民安 国家安全 不是只有军事安全 还有我们的财产安全 我们的财政安全 我们的很多这一些 大家所挂念的国土安全 社会安全 军事安全没有错 非常重要 民进党国民党都执政过 但是你看看我们的军队 当兵被冤死 升官要花钱 将官还要被撤谎 飞弹打不准 你看看我们的军队 现在只有在救灾的时候 想到我们的军队 会去当青岛夫 我们卖不出去水果的时候 会请我们的军队 来变成大卫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宋楚瑜回到 我们政府体制的话 要重整我们军队的纪律 我们不是只有靠飞弹 和武器 我们要有士气跟纪律 但是同样的 今天台湾所面对的威胁 不是只有飞弹 而是真正 紧邻着台北地区 700万人 最安全的核能电厂的 核能安全 而最频繁 可能对我们来的攻击 不是敌人 而是真正 你已经看到的 那一个 不断来袭击我们的台风 跟水灾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许许多多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想到了 今天不只是我们国土安全 我们还有产业安全 最可能打败我们台湾产业的 是我们缺乏干净的这些人员 使得我们将来的产品 会打上高额的这些碳税 阻挡我们下一代产业发展的 不是借机用人 而是严重不足的网络 平宽 让我们不能够很顺利的登上云端 而我们现在的国债 会让我们台湾的这些提款机 会受到严重的当机 什么原因 我们将来连社会福利 和我们公教人员的退休金 15年内都会发布出来 这些都是社会安全的问题 所以在这次选举 我们需要重大的这些改变 就是要选一个能干 有能力的人 来为大家来做重大的改革 改革改革 那就是要找一个没有包袱 有经验有能力的人 来对我们现在的这些问题 提出完整的方案 宋楚瑜的白皮书 详细地列举了 我们需要去努力来推动的 许多的问题 包括这些税制改革 包括产业转型 包括国教向下延伸 包括我们的扶老稀有的计划 包括重新的规划 弱势团体的照顾 这些都是我们有完整的规划 那就是宋楚瑜说到做到 而不是我们随便 由一个政党在垄断那些资源 宋楚瑜将组成 一个跨党派的大联合政府 不分我们的蓝绿 而且最重要的 要去照顾我们的三中 就是中小企业 中产阶级跟中低收入 让社会有公平 两岸需要和平 两岸必须在和平的发展的前提之下 进一步的利用ECFA作为平台 来强化我们未来 我们产业的从大陆进军 然后拓展到全世界 各位亲爱的乡亲 总统的选举 是台湾民主的象征 那就是掌握关键的四年 才能够让我们台湾 未来的人民过得更好 这才是真正总统的责任 那就是国家的安全 人民的夫子 是他最关心的事 接着请马英九先生进行深论 时间是六分钟 主持人 宋主席 蔡主席 各位提问人 各位现场及电视机旁的朋友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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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论前 我有一个声明 昨天蔡主席在 没有任何证据之下 严厉指控我 为了选举 只是特征组 侦办宇昌案 对他进行政治追杀 这是对我人格 最严重的抹黑与侮辱 我绝对不能接受 我要在此 对全国人民 郑重宣誓 我绝对没有 也永远不会这样做 如果我有 我立刻退出总统选举 三年来 我常常问自己 一个好总统 要拼经济 拼外交 实践社会政绩 他还要有什么 人格特质 我认为 他必须 善于倾听民意 他必须有反省能力 他还 必须重视 关键数字 蔡主席批评 我只重视数字 事实上 每一个数字的背后 都代表了热轰轰的 人民血汗 民进党不要因为 提不出政绩 就害怕数字 嘲笑数字 数字是施政的标准 蔡主席 光靠直觉 是不能治国的 今天我要说明 如何投资青年 体贴妇女 照顾儿童 因为这三件事 将决定台湾的未来 青年朋友 打工太育差 旧业难 房价高 都让我感到心疼 在留学时期 我打过工 美青也做过 代位的工作 我们领过时薪 了解打工的辛苦 所以我们要帮 打工族加薪 明年我们要将打工族的时薪 从103块 调高到115块以上 而且四年内 还要逐年增加 年轻人就业困难 我们认真面对 这三年半 创造了35万个就业机会 其中8成8 都是长期的工作 这要比民进党执政时期 多了21万 但是我还是不满意 还会继续增加 许多年轻人希望 自行创业 未来四年 我们不但会继续提供 80亿元的青年创业贷款 还会增加提供 40亿元青年返乡创业贷款 让青年能够在 故乡开创自己的事业 过去三年 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很受欢迎 未来四年 年轻人要想租房子 我们会把租金补贴的户数 从2万户增加到6万户 每月补贴从3,600增加到4,000 年轻人想买房子 我们会把目前贷款 利息补贴的户数提高五成 目标是四年七万户 我们也将大量新建 合一住宅跟社会住宅 让在大都市打拼的年轻人 没有住屋的烦恼 第一批4,000多户 在上周已经在板桥福州 各位妇女朋友 美青以前也是职业妇女 所以我很了解职业妇女 蜡烛两头烧的为难 针对已经有两岁以下幼儿的妈妈 想自己带孩子的 我们已经实施育婴假 父母可以各自领到 半年六个月的薪水 想回到职场工作的 我们提供保姆托育补助 未来并将事办公司协力的 托育中心 绝不让妇女跟职场脱节 我更相信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从今年开始 五岁幼儿免费入学 未来如果财力许可 我们还会尽快地 把四岁三岁也涵盖在内 最近我们争取到 2017年四大运的主办权 这是仅次于奥运的国际赛事 让我们的青少年 从现在开始 就全力准备 为台湾争取金牌 为什么我们执政三年 就可以申办成功 而民进党执政八年 却做不到 这是因为我们创造了 和平两岸 跟友善国际的大环境 有了四大运作基础 我要在这里郑重宣布 下一阶段的国家目标 就是申办2020年的奥运 由各界组成申奥委员会 全力争取 让台湾走向世界 让世界看到台湾 各位乡亲 我们台湾人有一句话 客家人也说 我才想 我常常想 我何其幸运 能够在国家 转型的阶段 能够承担起人民 对我的厚爱 我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长大 台湾这块土地 养育我 而我也要像台湾 番薯一样 脚踏实地 贴近土地 为弱势着想 为后代努力 台湾已经在改变 各位乡亲 请支持我 让我们一起 为台湾代代相传的 核心价值打拼 让我们一起 为台湾引以为傲的 自由民主而奋斗 谢谢大家 现在请蔡英文女士 声论 时间是六分钟 主持人 各位提问人 两位可敬的对手 现场的贵宾 还有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的 国人同胞 大家午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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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聆听了我们宋主席 跟马主席的胜论 我也深刻的感觉到说 总统 如果真的有政绩 过去的支票 都兑现 选举 真的就不需要选到 现在这个样子 国民党 也不需要 不择手段的 用负面的选举 来攻击我 最让我痛心的是 马总统 你的竞选团队 动员了国家的机器 跟政府的资源 来抹黑对手 政务官用 不实的文件 来误导人民 司法机关 也配合发动侦查 这些事情 违反了行政中立 也违反了司法的独立 在这一次的选举 马总统 你破坏的 不是你自己 不只是你自己的选举的格调 而是台湾民族体制的最大的危害 我要再一次的提醒马总统 不要为了一时的胜选 而毁掉了台湾的民主 也不要为了自己的获利 而去毁掉了台湾产业的基础 马总统习惯开支票 但是过去跳票 过去没有做的 未来也做不到 但是过去不敢做的 为了才却有可能 开始做 尤其是两岸和平协议 很多的北京的学者跟智囊 公开的呼应马总统的两岸政策 认为再给马总统四年 两岸关系必然可以走向 北京所期待的和平统一的不归路 这就是台湾人民最担心的地方 马总统曾经说过 家庭一半 家庭不让我 实际上 过去的四年 国家主权流逝 政府债务创新高 薪资所得倒退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不是家庭一半 这个时候是经济倒了一半 台湾去了一半 真的总统是一定要换的 这样的情况要改变 必须要换一个执政党来执政 换一个总统来带领这个国家 我要确保台湾未来有四个第一 也就是民生第一 公平第一 永续第一 跟民主第一 刚才宋楚瑜主席讲到安全 没有错 但是安全必须落实在 政府积极的来照顾人民 实现居住正义 减轻人民的经济的负担 我也要跟马总统讲 这些照顾不是只发津贴 必须要有一个全面性的公共服务的网络建构 所以我要用四年四百亿的经费 加速建制 长造体系 来照顾老人 来照顾我们的弱势者 我也要补设公共的托育机构 来减轻家庭的负担 我也会提供充分的社会住宅 我也计划八年内完成十二年国教 高中职 免试入学 减轻孩子 与家长的负担 和压力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要体现公平第一 政府要公平分配资源 缩小贫富差距 和城乡差距 我要减轻受薪阶级的租税负担 提高资本利得的税务比例 推动不动产交易的实价课税 我要投资一千亿的乡村基金 我也要保障派遣劳工 同工同筹 第三个第一 就是永续的第一 政府不能过度的预知未来 要把台湾好的资产 留给下的一代 我要杜绝浪费 四年财政赤字减半 八年预算平衡 我要实现2025年 非核家园 提高绿能产业 我也要推动国土富裕 把好山好水 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第四个第一 就是要民主第一 以民主作为 未来政策形成的基础 让人民 学界 社团 都能参与 政府决策的过程 我会亲自领导司法改则 为伸斗小民 伸张正义 我要凝聚台湾共事 为两岸政策 稳定持续的基础 这次的选举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蔡英文关心的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总统念念不忘的是 陈谦总统的过去 我知道 马总统对两位蒋总统 非常的崇敬 对陈谦总统 有很严厉的批判 但是他们都是有功 有过的前总统 也是历史人物了 如果我们在现实的政府里面 现实的政治里面 我们还要将历史的恩怨 一直卷进来 我们将没有办法团结这个国家 维持社会的和谐 所以我要告诉马总统 请你不要再自信 别马情节 也不要现在威权 非权时代的意识形态 2012年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可以对面对未来的挑战 提出方案的 才是我们真正要的 2012年的总统 蔡英文有信心 谢谢 谢谢